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皇帝 今天我的朋友要帶我去 簽我的重機好不好 哇我花了超久的溝通 才好不容易買到一台 我心目中理想的重機啊 原本的影片中 其實是有我講話的聲音的 只是說 對 風騎的聲音太大 我朋友騎太快了 這台速度感非常的足夠好不好 YAMAHA出的R3 我看他看很久了 就真的是非常喜歡這台車 為了簽這台車啊 我隱瞞了我媽許久 不管在任何地方 我在看影片還怎樣 我都不太敢讓他發現 我只有跟他提過說 我想要簽一台重機 不過他 對我的了解 他知道我一定會簽 只是他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簽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要去把重機簽回來 看看我媽會有什麼反應好不好 這個企劃很商本啊 這個企劃的成本是幾萬 我周周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要簽黃牌 而不是直接去簽一台紅牌的呢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黃牌剛剛好 有路權 而且速度感也還不錯 再加上保養的費用也不會特別的高 因為台灣的道路上說實在的三保 也不是普通的少 其實還蠻多的 你騎到那麼快 真的是非常危險 我覺得黃牌就足夠了 給那些想簽重機的 如果你身邊有一點點錢的話 又想體驗重機的感覺 我覺得一台黃牌的仿賽車 是你非常好的選項 對 而且R3或者是忍者 我覺得啦 黃牌的就很帥了 買到紅牌去 儲備你真的很有錢 不然不要去貸款買這種車子 非常的不划算啊 一落地就掉價了 以後我的頻道會開始出一些 有關重機的影片 或者是我在騎車的一些 就是比較好笑的畫面 或者是 對 對 反正就是以後頻道 不僅僅就只是為了 遊戲還是什麼的 所以 我希望以後希望的觀眾 可以繼續支持我 我這位朋友今天休假 特地來載我 好不好 去跟人家過戶一台車 對了 我買的R3好不好 是買二手的 為什麼要買二手的 不是買不起全新 而是說 我對我來說 我玩個兩三年 其實我就會打算把他換掉 因為這只是一個 就是暫時性的玩具而已 可能會升級 也有可能改成開車 看之後的情況 所以對我來說 買一台二手的來玩玩 只要車礦不要太糟糕 或者是 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二手其實是大家不錯的選擇 好不好 你去買一台新的 說實在的 貴 然後 又沒有什麼改裝品 還什麼的 就是你都要自己來 所以我覺得買一台二手的 有人家改過的 然後這樣子是最好的 不要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 如果要買二手車的 建議找一個 會看車的朋友跟你一起 像我前面這個朋友 就會看車 所以 雖然那天他沒跟我去 可是他有提醒我幾個要點 對 所以要簽二手車的觀眾 我覺得 可以啦 不要去簽新的 你沒有那個屁股 不要硬是去貸款這樣子 是 我會想看 お願いします 所以 我會想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羊急車那一條路 山羊急車那一條路 如果你是要辦理過戶 最好是自備現金 或者是用網路匯款的方式 這邊我就比較笨 就是準備現金的方式 然後記得如果就是要準備證件 還有印章那些的 看你是本人 有些資訊要上網去查清楚 對 然後跟對方約好之後 最好是可以給雙方做一個保證 就是雙方做一個約定 看要寫書面還是怎麼樣的 反正過戶可以很簡單 其實也可以很複雜 這邊我們就拿好我們的現金 準備去跟對方就是做交易 反正皇帝我今天就是要牽到這台車 本來是跟對方約行騎乎啦 可是我已經快忍不住要騎這台車啦 錢啦 都是錢那麼厚一疊啊 我直接14萬8 他可以領出來我就都給你了 好 對 你 要不要點一下 拿這樣也太大膽了 好 過呼好麻煩喔 OK過呼完畢了 心情很複雜啊 錢一直噴一直噴 好 謝謝啦 謝謝 他這個 謝謝喔 蛤 蛤 蛤 謝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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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我總算牽到我的這台車了 整體來說這台車 他給我的騎乘感覺非常的不錯 不論是加速度 或者是騎乘起來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個車主還有腳踏後移 其實騎起來是非常的戰鬥的 而且加上我就是剛牽這台車 騎起來特別的爽啊 不要去在乎人家二手或者是什麼 你只要挑對人 挑對車子 挑好車子 二手的 你騎起來也跟行的差不多啦 對說真的 說真的騎起來的感覺就是 非常的帥氣 你不用幹嘛 路人就覺得特別帥 只要騎這台車 而且是黃牌的 可以上快速道路 也可以騎在內側車道 所以我覺得我買這台車是非常值得划算 而且還不錯的 再加上我11月分要環島 到時候我一直出我的環島影片 接著就讓我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這台騎乘起來的速度感 我記得這台車 我記得這台車 I don't want to wait for you and me Can look back and run from what I feel inside There's no more time to hide Because I I feel again I feel again Oh now 這邊可能要跟各位說聲抱歉 因為就是我拍我媽的那一段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遺失了 好像在傳輸過程中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見了 我是有拍 反正我這邊簡單來敘述一下 我媽到底說些什麼 你真的給我研中機喔 對阿 我...我簽啦 你真的很愛捏 我不會開錢 你研這台研多少啊 16萬左右 我真的要給你去是 不記得我不會開 然後他就開始了他的媽媽進 反正就是說 改車不好啊 玩車不好啊 你簽一台黃牌 不如買一台車啊 簽黃牌是肉包鐵啊 簽一台車是鐵包肉啊 你這樣比較安全啊 之類的媽媽進 我被他念的時候是感覺很幸福的 因為其實 能有人管你有人念你 其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可能很多人不這麼覺得 但是其實等到你失去這些之後 你就會開始懂得珍惜 反正等他念完之後 他就開始說 阿這個輪胎皮都磨平了 你要去換騎起來才不會危險 阿說這個煞車有怎樣怎樣 他就開始做一些對你關心的動作 或者是言語 他就是擔心你啊 所以其實他生氣歸生氣 他也不忘的要去擔心你 或者是擔心什麼 擔心你的危險 所以其實當媽媽的都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以後買東西先買回家就對了 管他怎麼說 結果我在錄音的時候被我媽聽到 被我媽叫去做家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我的臉書 粉絲和追蹤我的IG 我們下回見 我要先去做家事了 掰掰